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夜》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029集 一根寒毛 轰的一声啊 紫衣青年吐出鲜血 双目涣散 充满了血丝 更是有两行鲜血顺着眼眶流下 身子如断了线的风筝 向后抛去 砰砰之声惊天动地 大片大片的血雾从他身子内不断地喷出 染红了一路 触目惊心 他原神崩溃 依稀听到自己的心脏 在砰砰 砰砰地跳动 身子如在云中飘摇 但却越来越虚弱 那砰砰的心跳也越来越轻微 仿若与他相隔在两个世界 模糊中啊 渐渐地再也听不到了 此刻 远处归原宗的四大长老身后 他们的嫡系弟子也已经赶来 在这些弟子眼中所看到的最后一幕 就是那一个血人 化作一个血色的弧形 从那黑色灵兽身上抛出 轰的一下彻底地成为了一片碎肉 仿若血肉之鱼落下 那血雾中啊 彩虹下 白发的背影 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孙云蒸蒸地望着前方的背影 胶躯青颤 咬着下唇 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卢笛死 肉身崩溃 原神更是与其送书一样 消散在了天底 王林的右手之上 有一朵盛开的黑色荷花 还有一个储物袋 若这卢笛威胁之人呢 并非王林 而是云海五街星域本土修士 那么多少还会有一些作用 尤其是一些不如子道宗的门派 即便再冲动也会犹豫 最终大都会止情 而不敢杀 毕竟云海五街星域那样 子道宗的名头极大 足以进入前十之列 更重要的是 卢云丛这个名字 此人天资极高 即便是在五街星域内 也是极为少见 声名鹤鹤 但这一切威胁啊 对于王林 却是没有任何用处 区区一个卢云丛 区区一个子道宗 入不了王林之眼 更没有资格称为威胁王林的存在 无论是罗天正品雷仙 联盟朱雀圣宗之主 亦或者先帝白凡 隔代传人 清水先君师弟 苏醒的先帝清灵弟子 这些身份随便拿出一个 都远远不是一个子道宗 可以相别 而王林这一千多年修道的经历 更不是一个天才 卢云丛可以想象的 来自子道宗的威胁 仿若一个笑话 比不上拓森身上的一根寒毛 右手大修一手 那失去了主人颤抖中 不敢逃顿的黑色灵兽 立刻化作一片黑芒 被王林收走 丝毫不敢反抗 天边已然大亮 新的一日 随着出阳升空来临了 彩虹也不再模糊 而是变得清晰明亮 灌空中散出柔和之芒 笼罩天地 笼罩了墨罗大陆 更是笼罩在了此地 所有归原宗之人眼中 心中 白发飘摇 王林的身影 一步之下 便消失了 自始至终啊 没有任何一个归原宗修士 看到王林的正面 他们唯一可见的 就是那个顶天立地的背影 与白如雪的长发 四周一片安静 唯有一个个呼吸之声 越来越重 归原宗四大长老 除了屡烟飞外 其余三人相互看了看 均都是心神正寒 这短短的时间内 他们从绝望之悲哀 迅速被震惊取代 这心神的变化太快 以至于到了现在 都有一种梦幻之感 她是谁 这位前辈 为何要帮我归原宗呢 顺杀宋武德 她到底是什么行为 她有一头白发 吕燕妃轻声道 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种微笑 自其师尊重伤 一直到死后如今 已经再也没有出现过 笑容中的她如盛开之花 绽放别有风姿的美貌 与开心 她的三个师兄啊 眼中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望着亡林消失的天边 沉默下来 只是心神中的震撼 却是如荡起的涟漪 久久无法平复 短暂的安静之后 那些长老嫡系的弟子 爆发出了剧烈的欢呼之声 迎着彩虹化作一道道剑光 在四大长老的带领下 向着归原宗飞去 宋武德 独敌二人身亡 紫道宗绝不会善罢甘休 四大长老前行中 一个老者 压下心中震惊 脸上起了忧色 穿出了自己的神念 被了其余三人 师尊归虚前曾说北部 白发四字 之前那前辈一头白发 定然是师尊所说之人 有此人在 说不定我归原宗 并非是到了绝路了 只是这位前辈 到底是谁 是否在我归原宗内 那三十一个凡人 我也观察过 但却没有任何发现 他能帮助我们第一次 就会帮助我们第二次 吕燕妃的神念 透出坚定 使得其余三人沉默下来 查之无用 既然这位前辈 不愿让我们知晓 那么 就顺其自然好了 吕燕妃眼中明亮 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右手拍了下储物袋 送入其内一股暗力 毁掉了其内 一副古老的画筹 不多时啊 归原宗之人所画 那一道道长虹回到了山脉 各自带着兴奋散开 吕燕妃并没有回到南部山脉的阁楼 而是与孙云一同去了那药院 二女君都是容颜娇美之人 此刻站在一起 着实有些多人心魄 美艳不可防 远远的有宗派弟子看见 都会有片刻的恍惚 但想到吕燕妃的身份 却是一个个立刻清醒过来 正要上前拜见 但却被站在一旁的孙云挥手驱散 显然他二人此刻不愿被人打扰 师尊 他 他就住在这里 孙云放心跳动距离 轻声对身旁的师尊说道 云海五街星雨内 一片蒙蒙的星雾中 有一处紫色的大陆 这片大陆是莫罗的三倍有余 远远看去就仿佛一头凶兽 盘聚在那里 冷冷地注视着星空 与莫罗大陆明显有区别 是在这紫色大陆上 有四个黑塔散发出柔和之蒙 笼罩大陆各个位置 此刻 在星空雾气内 那星雾骤然翻轨 一道奸笑之音遁起 却是一头百丈大小的虎状凶兽 从那雾气内冲出 带着仇恨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前方紫色大陆 一席间 他好似可以听到 在那大陆上有一头母兽 正在凄厉的惨叫 咆哮中他身影如电 直奔大陆而去 急速太快 几乎眨眼间就临近 一头撞在了那紫色大陆外的 防护光芒之上 顿时啊 这大陆外的防护光芒 飞快地闪烁 那虎状凶兽咆哮中再次撞去 但就在这时 一道紫光 从大陆内冲出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瞬间来临 这紫光内 是一个中年男子 一身紫金之袍 显得极为危严 只是奇目深邃 霉荡而低 看起来有些阴森之意 他速度之快 已然出现了残影 刹那就破开光芒防护层 直接出现在了星空 右手一挥 却是一片紫光弥漫 瞬息就把那虎状凶兽 包裹在内 链 冰冷的声音回道 环绕凶兽外的紫光 顿时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炼丹炉 急速旋转之下 其内顿有七力之吼 只是没过多久 那吼声渐渐消散 最终消失无影 恭喜宗主又引来一头星虎兽 想必用不了多久 宗主的虎骨魂刀 就可以彻底炼成了 长笑莫及 在那紫金袍男子身边呢 一个同样紫袍的老者唤话 抱拳笑道 哼 还差九头 不过这附近行屋内的星虎兽 已经灭绝了 要去更远的地方才可 那中年男子阴沉一笑 只是还没等其说完 他忽然神色一变 右手抬起 虚空一撞 在其前方 立刻就有一个储物裂缝出现 从其内飞出一枚玉剑 那玉剑颤抖中 咔的一声 从中间裂开 其内飘出一丝残魂 那残魂的样子 正是卢迪 他眼中露出死前的恐惧 消散在了中年男子面前 少宗 中年男子身旁那紫衣老者 笑容顿时收起 目露震惊 中年男子睁睁地望着那藏魂 渐渐消散 一动不动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他旁边那个老者心神震撼 看了看身边的宗主 却是心头一颤 他跟随着宗主多年 知晓对方越是平静 就越表示风暴将写 陆迪之前去了哪里 许久 那中年男子睁开双目 一丝悲哀在其眼中燃烧 但他的声音呢 却是平静地可怕 少宗 少宗去了墨罗大陆 老者低头 恭敬地说道 心神的震惊啊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他想不明白 居然有人敢在五街星宇内 冒着得罪子道宗 得罪宗主卢云丛的危险 杀死了少宗主卢迪 墨罗大陆 归于元宗 此事为什么没人禀告于我 中年男子声音呢 依旧平静 但落在老者耳中 却是让他身子异倒 脑中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面色顿时苍白强 少宗他 他身为修道之人 仍然贪恋美色 狂妄自大 以子道少宗的名义 这些年来祸害了不少宗派的女弟子 做出稀奇原因这等歹毒之事 没等老者说完了 中年男子摇头 好似自语一般 缓缓缓说道 宗主 老者面无血色 谁与他一起去的 墨罗大陆 应该是宋武德了 狄儿这孩子 从小就是在宋武德的照顾下 长大的 在他眼里 这宋武德 或许就是他第二个父亲了 他去墨罗大陆 想必是看中 龟原宗的吕颜妃 更是抱着 趁那老匹夫身亡的机会 要把龟原宗 当作他寝宫的想法 老者沉默 据他所知 在这一切宗主所说 全部都是真实的 中年男子抬起头 望着前方模糊的心目 默默地看了手 转身向着紫色大陆走去 这个不成器的逆子 死就死了 这世间 从此也少了一个祸害 至时 我终究是他的父亲 他既然喜欢那个吕颜妃 那就让这女娃 与他陪葬吧 至于那杀他之人 也一起陪葬好 中年男子平静的话语 似乎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他以前 不是这样的 其背影 有了一些萧色 他身后那老者 此刻面色更为苍白 犹豫了一下 咬牙道 宗主 少宗临走前 老夫曾听伍德说 说少宗要先去紫云海 娶我子道宗在那里的天音番呢 说是要把吕颜妃的魂魄 以及他之前收集的女子魂魄 都封入在内 喂养阴仙的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